小米1810上市首日跌破超股价。那!咪话李世文之前没说过,苹果尚且只有17.3倍市盈率。小米值多少钱大家心里有数?顺带一提。资料显示,以17元招股价计。推算出的市盈率为39.6倍,就算以2019年的预测盈利计。 预测市盈率仍然高达22.7倍。做市场,看此做得很大。其实利潜并不丰厚,苹果是例外中的例外。 话虽如此,苹果的17.3倍市盈率。反映是一个增长平稳的标准。假如小米有明显高尖远足的颠覆能力。当令作别论,可惜,请恕我暂时看不出小米有这种条件。 你逢中必反?肯是一味唱淡小米啦,冤枉啊,我又何曾唱淡腾讯700。 是咪,喂啊哥,全中国有谁可以不用委叉特,但是大家都有很多选择哦。 将小米和腾讯类比?于理不合。我将小米和苹果类比? 其实已经比触面,常言道,资产市场价格,短期是一部投票机器,长期则是一部傍重机器。 所以,人为力量的确可以在短期令到一间企业的股价偏离合理价值。 小米市值400亿不到,规模不算太大,受到各种短期因素的影响也越大。 近来最多人说,莫过于中美的贸易和科技战,撇除民族大义之类的主观情感。 宏观因素利淡不利好事常识罢,不过我也有听到有些独到的分析说,说不定大陆政府向苹果征收惩罚性关税。 禁医局主要国民帮衬国产货咯,生忍好,当然,很难排除会有禁的机会。 大前提要相信是习大大会同侵侵进地一步。 同时认为侵侵会怕了添谱。 不过,不要忘记,争计何时大陆买苹果都是经香港转口。 假如相信大陆会这样还拖,不如快快手去先达买个铺位好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